来我们分享今天晚上的信息 PiZo 欢迎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 刚刚我看到陈恩的孩子 就来到台前敬拜 然后他一直看着爸爸 一直看着爸爸 你知道当孩子看着爸爸 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会是他的第一个印象 那会是他第一个想要学习的 你知道昨天我的女儿 就在找我们 他们小时候长大的照片啊 影片啊 然后就找到很多 比如说我们家弟弟现在十岁 他小时候 他刚会讲话的时候 他就一直拿着一个积木 像麦克风的积木 他会从床这边呢 跳到那一边 然后开始 天使 耶稣 然后就跳过来 哈利路亚 你知道我们都已经忘记这一段 但我们在回去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会不会太可爱了 他的人生第一件事情 就是做假传道人 他学习 他看见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对孩子来说 站在台前举起手来敬拜 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因为他一直在看 他的父母 是怎么来到这位神面前的 他们就会仿效他们的父母 认识这位神 所以当我们这一季 我们要讲我父的家的时候 我相信我父的家 非常非常的丰富 就像刚刚所见证 这个家丰富到一个程度 你需要去把这些宝藏 都摆到你生命的里面 当你听见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听见 你也不要只是阿们 你也不要只是拍手 你是要说 主啊 让这一切的丰富 也倾倒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因为神 把我们放在一个家里面的目的 就是要把这家里面 所有的祝福 都可以为你预备 所以每当我们说 主啊 我也要的时候 那个东西 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 可能你一开始 你不会理解 但是我们慢慢地走进去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揭露魔鬼 毁灭世界的策略 我们童工一拿到这个题目 然后要做PPT的时候 就说 这感觉会不会太长了一点 但是我们想要 怎么把它简化 怎么简化 都无法简化 所以就这样吧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 先看一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只要在我们 一个渴望能够全人 被赎回的季节的里面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 恶者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 偷窃杀害毁坏了什么 如果我们连什么都讲不出来 我们要怎么要回来呢 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们说对我要要回来 魔鬼在我生命里面 都夺走了 我全部要要回来 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 我们到底被夺走了什么 我们到底怎么去赎回呢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你是何等良善的神 在你里面充满着给予 充满着祝福 主但是盗贼来 偷窃杀害毁坏 他甚至偷窃所有你想要 摆在我们里面的祝福 主因此今天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捆绑一切在我们当中 搅扰我们的 祷告耶稣基督 你要摆下的种子 会在豪吐的里面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增长 使我们的生命 全然的被赎回 主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圣经上面形容盗贼 其实他讲的就是魔鬼 圣经也讲到了 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走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是随时等待 只要机会一出现 他绝对不会跟你客气 千万不要有一种迷思 认为只有那一些 去捆绑魔鬼作为的人 在属灵征战的人 他才会来攻击 才会来跟你敌对 其实魔鬼对你 没有那么客气 从你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 他就已经要吞吃你 当你接受了耶稣之后 他更要毁坏你 因为只要你不能再做见证 只要你失去了 你个人的意向 只要你再也不知道你是谁 他就可以毫不留情地 把你厮杀 把你撕碎 把你完全地吞灭 所以他是一个 等待在你脚前 随时要吞吃你的魔鬼 千万不要因为 日子过得比较舒服 就忘记了 其实在3D世界以外 三度空间 世界以外 还有一个四度空间 而四度空间里面 圣经甚至形容 魔鬼就如同在那个地方 默默地等待 随时在门口等待 就可以把你给毁灭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回想 到底我要赎回什么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财物上面的失去 我想要赎回财物 或者我们想要赎回健康 或者我们想要赎回我们身体的童真 或者我们想要赎回我们关系的破裂 可能很多的时候 我们突然要我们想的时候 我们能够想到的都是非常personal 个人式的赎回 但是你可曾想过 从人类被创造开始 魔鬼就急急盈盈地在计划一件事情 他甚至可以说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他的策略到今天仍然相当地成功 在带领整个世界 没有回头地进入到毁灭的里面 到底他的策略是什么 让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故事 在南非有一个国家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叫做克鲁格国家公园 他们正面对一个大象 要濒临绝种的问题 而许多的研究家 生物学家 都去到那个地方 动物学家都去到那个地方 他们想要挽救这件事情 结果他们非常的成功 成功到大象大量的繁殖 繁殖到一个地步 本来快要消失的象种 他们整个遍满了整个公园 这个时候呢 他们反而开始思考 他们到底要怎么做一个计划 可以把这一些非洲象呢 运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园 好叫这个国家公园 也就是克鲁格国家公园的象汁 可以少一点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 到底怎么样把一个这么庞扬大物 要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其中一个管理员呢 就想出一个办法 要用特殊打造的降落伞背带呢 然后呢 用直升机 把一只一只大象 把它像拖运一样 拖到那个国家公园里面去 结果小象 还可以 母象 也可以 但你知道到了公象的时候 实在是太壮硕了 所以呢 每一次只要一弄公象 绳索就断掉 所以最后他们就决定一件事情 算了 我们干脆让公象全部都不要过去好了 就把母象跟小象 全部都运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园 还是把公象留在这个地方 而当他们把大象运送到 另外一个国家公园的计划完成之后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 批林丝堡 就是刚刚的被运过去的这个公园 这个国家公园 的管理员就开始发现一件事情 有一个非常不寻常 而且惊人的问题发生 他们开始在园区内 到处发现 本来就要濒临绝种的白犀牛尸体 到处都是 你要知道这个白犀牛 已经是要濒临绝种了 结果竟然还到处的死亡 他们第一个推论是 是不是有那一些 想要卖白犀牛角的人 进来猎杀白犀牛 所以他们就马上去调查 看每一个白犀牛 死掉的状态是什么 当他们过去看的时候 没有子弹孔 而且白犀牛角 也还在白犀牛的头上 最后发现 这一些白犀牛身上呢 有非常暴力的被撕裂的伤口 他们就思考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他们就开始架设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个拍摄器 他们就是想要抓到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非法来猎杀白犀牛 而当他们看到那些镜头的画面之后 他们实在不敢相信 因为这些画面 非常的骇人 到一个程度 是非常残忍的 他们看到什么画面呢 他们看到那一些 被送到这个国家公园的年轻公像 成为了一群暴力 而且攻击性非常强的狩猎者 在园内到处吓唬其他的动物 事实上相机还录到了年轻的公像 去追逐犀牛的画面 他们不光是用脚踢 不光是种彩 他们还用他们的象牙 把犀牛给顶死 这样的事情 从来过去没有听闻过 因为大象跟犀牛 一直都是相安无事的 共同和睦相处 国家公园的管理员们 就经过了研究之后 给出了一个理论 来解释这个现象 这些迈入青春期的年轻公像 经历到了发情期 就是当他们的搞玩素 不断地增加 又刚好是交配期的时候 因此而出现了 有点发狂的状态 而正常的状态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这象群 会有主导的公像 去控制那一些 受到搞玩素 刺激而发狂的右象 并且不时看看 他们到底有没有安分 而这些管理员们 所得出的结论是 因为这些年轻公像 没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公像 作为榜样 因此这些年轻的象群 就成为了恶霸 你听好了 这只是个理论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理论 present出来之后 他们就讨论之后 决定把原先的国家公园里面的那些公像 想办法一定要运到 现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 所以他们装了更好的绳索 加倍的绳索 然后把这些成熟的公像 摆到了新的这个公园里面 经过两周 所有的年轻的这些象群 就再也没有任何暴力跟厮杀的行为 你知道那种谋杀的方式 好像仿佛这些公像在教导这些小象 这种暴力行为有失身为像的身份 你知道一个为父的 好像会告诉下一代说 你真正的命定是什么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姿态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发现 因着这些公像 进到了这些小象的里面 过去这些乖张而且危险的年轻象群 都开始跟随着这些带同的年长公像 学习怎么当一头像 他们总算回到了他们生命起初的呼召 你知道在动物的群体的里面 我们都可以发现 为父的功像是这么的不可或缺 那么对于人类世界来说 父亲或是为父的成熟男性 更是一个重要 甚至可以说不可或缺的角色 所以我们应该要问一个问题 在21世纪今天我们的人类文化里面 如果缺少了父亲的这个角色 又或者是对男性特质里面的攻击性 敌意 暴力 如果失去了父亲的话 这些男性的特质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实际来看数据 美国的一些相关数据 试着去查明这些数字所在诉说的故事 首先有必要了解的是 全美被关的囚犯有九成都是男性 而且不是女性 这个在其他的国家的数字是相当的类似 甚至更值得思考的部分是 在这所有的男性的这一些囚犯的里面 有75%到90% 他们家里面都没有父亲 我不晓得你听到这个数字 这个调查 你有没有很惊吓 你可能马上想到的是 你家里面其实没有父亲 你可能马上想到的是 我们正在面对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无腹的时代 马拉基是一个先知 生在我们的2500年前 这位先知做了一个 意义深远的先知宣言 对于这个世代来说 实在贴切不过 我们一起来念 看啊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这马拉基看见了一个化时代的季节 就是将会有一整个世代 活在没有父亲的状态下面 不光是缺乏父亲 而且是缺乏父亲心肠的人 让我再说明一下 世界历史其实出现过 非常多次的无腹的时代 最常见的就是因为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量的男人死去 因为当时出去打仗的几乎都是男人 我们看到了纳粹大量的屠杀犹太人 史达林的集中营 南京的大屠杀 美国的南北战争 死掉了许许多多的男人 而在那个世代的里面 都是无腹的世代 而且是真实 他的父亲就是不存在了 他的家里面只有母亲 带着孩子长大 而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马拉基更想要讲的 不只是那一些 父亲不存在的世代 马拉基想要讲到的一个世代 或许其实就在讲我们这个世代 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 就是父亲跟儿女们 都是处在灰心丧志的状态下面的世代 因为我们正活在这个 有史以来无腹问题 最严重的世代的里面 这个问题不是在于 父亲在不在你的家里面 事实上这个世界 在现在此时此刻 拥有最多的男性 有史以来 从创造以来 拥有最多的男性 在此时此刻 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但这个时代 却是一个家里面没有父亲 情感上面也没有父亲 也充满失职的父亲 的一个无父的世代 再听数据 根据联合国调查 21世纪 也就是今天的美国 有38%的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 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 因此21世纪的今天 美国已经被称为无父的世代 其实台湾也不晃多让 我们光看我们的离婚率 我们就知道 美国是全世界第一 台湾是全亚洲第一 而台湾这么小小一个小岛 已经是全世界第四的离婚居 可能在我们 在座 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 你的家里面是没有父亲的 这是一个真真实实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 有父亲在家里真的就比较好吗 其实你知道没有被教育过的父亲 有时候他在家里面反而更扭曲了孩子 对父亲的认知 所以无父的根源到底是出自于哪里 无父的其实是出于孤儿的思想 我们来看孤儿的思想 照孤儿的思想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你很熟悉 却从来没有仔细想过 但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 在你的脑海里面 我其实是孤单的 没有人会喜欢我 这些人都是骗我的 我是被拒绝的 没有人真的爱我 没有人真的关系我 我只能靠我自己了 没有人能够帮助我 就连我的父母也不爱我 他们总是用我的表现 来判断我是谁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说他们爱我 我也没有听过 他们说任何肯定我的话语 即便是你已经相信耶稣了 你知道神是你的天赋 可是魔鬼却还是持续地用谎言来控告你 告诉你你是没有人爱的 神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没有所谓无条件的爱 甚至你来到教会 你说小主缘其实不关心我 小组长牧师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他们根本不爱我 他们只是利用我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声音 在你里面不断地出现呢 其实这就是魔鬼 藉由孤儿无父的灵在影响我们的思想 要脱离这个思想 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去找寻 到底这个孤儿无父的灵从哪里出现的 其实早在世界都还没有被创造以前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明亮之星 早晨之子啊 你何尽从天坠落 你这功拜列国的 何尽被砍倒在地上 你心里曾说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心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OK 还有 后面还有 再来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凡看见你的 都要定睛看你 留意看你 说使大地战斗 使列国震动 你知道在这里我们看见 讲到的就是撒旦的一个坠落 他本来是天使长 他本来活在天父的爱的里面 他本来在父的同在里面 但是他这样的明亮之心 早晨之子 他甚至被称为儿子 他是一个明亮的 他是充满着万众瞩目的 但是他怎么会从天坠落下来呢 这所讲的是谁 他讲的就是撒旦 他本来是天使长 他本来是撒拉佛天使长 他本来是那个带敬拜的 他就在这边带着敬拜的时候 所有人都举起手来 对着他的手 他仿佛以为他就是神了 他突然觉得说 他可以升到高天上 他可以把他自己的宝座 高举在神重心以上 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都在最高点 帮我再打下一个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他竟然里面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他忘记他是被造物 他说我要跟神一起 或者说我要跟神同等 然而神说什么 你必坠落阴间 到坑中极深之处 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 留意看你说 使大地战斗 使列国震动 这一个天使长 他不只是他自己被打到坑中 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一起被打到了坑中 而这一群就被称为魔鬼 今天在我们周围的魔鬼 其实就是过去在天上 曾经是在神面前敬拜的天使 这一群天使被打到地上 成为魔鬼之后 他们离开了父的同在中间 以至于他们就叫做无父的 当他们变成了无父之后 他们就被孤儿的灵所充满 而这个孤儿的灵在他里面 他知道他再也挽回不了 他唯一可以做的方式 就是怎么样去伤害父 先伤害他的孩子 只要能够伤害他的孩子 就成功地伤害了父 所以这一群孤儿的灵 他们就开始来影响世界 影响世代 影响全人类 所以你知道当时候的蛇 它跑进了伊甸园的里面 你要知道 蛇没有被创造摆在伊甸园里面 你可能思想说 所以神也创造了伊甸园 这个神也创造了蛇 然后神也把蛇摆在伊甸园里面 不是哦 蛇是在伊甸园外面的东西哦 伊甸园外面的那一群三分之一 曾经是天使的东西 渗透进到了神 创造美好的伊甸园里面 而爬进来的时候 竟然亚当夏娃无动于衷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 到底伊甸园管理的责任 在谁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念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这边讲到修理 原文讲到的就是耕种 看守就是保护 你知道吗 男人被造的角色 就是要来耕种跟看守 也就是供应跟保护 男人被造的开始 就是供应跟保护 但是亚当却没有保护好原子 也没有保护好他的老婆 所以你看到亚当当时候 全部都怪他老婆 对不对 最该怪的是谁 是他自己 伊甸园交给他管理 他不但没有管理好 他还让蛇进来之后 然后蛇引诱了他的妻子 他还没有为他的妻子 打走蛇 他还跟他妻子 一起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知道当他们一吃了 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 蛇还欺骗他们说 其实神是不想要你 能够像神一样 所以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就可以分别是非了 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了 就差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而已 就说你根本就不需要神了 当蛇这样引诱人的时候 人里面就有一种莫名的东西 被吸出来了 但是你想 人还有必要 去吃了一个果子之后像神吗 神不是在创世纪就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跟形象所造的 我们已经是像神了 为什么已经像神的人 还是里面会有一种想要 能够与神同等 的这样的想法呢 而这样的一个想法 甚至告诉他 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优越感 其实神留了一手没有给你 你知道吗 他们仿佛觉得 蛇告诉他们是真的 神好像留了一手没有给你 其实你只要再吃了这个果子之后 你马上增长一百年的功力 你马上跟神一模一样了 神就是不要让你吃 免得你跟他一样 这像不像你心中里面常常听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分辨 那是魔鬼在对你说话 他用着你的声音 但是却在对你的意思说话 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人本来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但是人却在魔鬼挑战他的身份 跟他的所事的时候 却搞不清楚 他的所事跟他的身份 这是不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正在面对的 就是魔鬼不断地挑战你的所事 跟你的身份 而你常常败在他的手上 因为当他给了你一些利益的时候 给了你的好处的时候 你根本就把神抛在九霄云外 你根本就把神摆在外面 你想要的成功比神还重要 为什么 因为那个成功好像定义了你是谁 但是你却完全忘记了 你早已经被定义了 你早已经被定义你是谁了 但是你却一直想要去 用外面的东西来证明你是谁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是谁 你就不再需要外面东西 证明你是谁了 那一些东西都叫做附属的 不是告诉你成功不重要 你错了 一个在神造的人里面 是充满着卓越的 因为按照他的形象跟样式所造 必定是卓越的 必定会想要卓越 所以他自然而然他会去成功 但是他不是去抓取成功 听好 一个属神的人 他自然而然会成功 而他不是去抓取成功 来证明他是谁 但是今天 你活在什么光景 你最清楚 你知道你现在在抓取成功 还是你知道你已经是谁 所以成功就如同你的囊中物一样 即使成功来了 你都会觉得还好 别人帮你拍拍手 你也知道这个荣耀是要归给神 你不会被这一些东西所干扰 以至于你不断地要寻求掌声 寻求赞美 寻求那一切外在的东西 但是魔鬼清清楚楚知道你在什么光景 他知道你的弱点 因为他你活了二十年 他就看了你二十年 他知道你的弱点 他随时在门前面等待着你 因为他知道你在什么事上面 曾经亏损了神的荣耀 他知道你在面对钱财的时候 你的眼睛在看哪里 他知道你在面对美色的时候 你的眼睛在看哪里 他知道你所有一切 你真实的样子 他随时要吞吃你 魔鬼就站在我们的门外 他没有站在门外扣门 是耶稣站在门外扣门 魔鬼等着吞吃我们 而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魔鬼不断在挑战我们的琐事 当你说我是谁的时候 魔鬼说你不是 当神说你是我的爱子的时候 你说我做得不好 我应该不是神的爱子 当神告诉你说 你是完全被爱的 连耶稣基督我的神 我的儿子都给了你 你说耶稣可能为了别人 但没有为我 在你里面 你有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声音 不断的在你里面产生 以至于你是谁 你都不知道 你的定位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靠不断的努力 这个努力都叫做无效的努力 因为若非耶和华建造房 无建造的人就枉然 对吗 你建造了一切的东西 有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 都没有任何 如果像草木和街的话 是放把火全烧掉的 只有有价值的金银宝石 才会留存下来 但是今天你到底追求的是 地上的东西 还是天上的东西 你在追求地上的所有的肯定 还是其实你早就已经被肯定 而你只是活出 你被肯定的样子而已 这完全不一样 你清楚知道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神国里面的儿子 那么你只是在证明 你是神国的儿子 而不是要去换取 神国儿子的身份 但很多的时候 我们内心一被挑战的时候 我们就乱了阵脚 魔鬼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开始偷窃杀害毁坏 你知道亚当跟夏娃 他们犯罪违背神之后 他们感受了他们人生 第一次的罪疚感 感受他们人生第一次的羞耻感 他们感受到人生 第一次的害怕跟恐惧 这是神创造人 在人里面本来都没有的东西 人是不会有罪疚感的 因为他没有跟罪有任何的勾搭 他在伊甸园的里面 他是没有活在罪的里面的 活在罪的里面 就是活在父的同在之外 他是一直活在父的同在里面的 所以那一切的感受 在亚当夏娃里面突然的冲击 是他们选择躲起来 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犯罪的时候 你有没有选择躲起来 而后来当你不断犯罪之后 你开始不会再躲了 为什么已经习惯你是犯罪的人了 你的自我认知 自我琐事 已经被魔鬼偷窃 杀害 毁坏 所以你不再躲起来 你已经光明正大 就仿佛世界上面 许多人光明正大说 对啊 我就是这样 怎么样 他的良心还是在告诉他 他犯罪 这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的良心 都仍然在震动的他里面 告诉他说 当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是想要武装隐藏你的犯罪 但实际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犯罪了 而当亚当夏娃一活在父的同在之外之后 神说话了 神恐怕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 神就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 跟你旁边人说打发 你觉得打发是一个什么样的词 神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 你知道亚当跟夏娃从创造以来 从来没有离开过伊甸园 也没有离开过父的同在 所以当他一离开父的同在的第一个时刻 他感受的是罪疚恐惧害怕 但是现在更加恐惧的是 他将要去探索一个他从未去过的世界 他要离开那个守护着伊甸园门口的基督博 他们用火在前面挡住 把亚当夏娃推出去 打发他们出去 身为儿女的 如果你的父亲打发你离开的时候 你里面一定充满着恐惧害怕 而且觉得非常的孤单 我的父亲怎么会把我 打发出去呢 但是你要记得我刚刚有些念哦 为什么要打发人出去 免得他们在 拿什么 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 今生已经太多人想要解决自己的生命了 你的年纪越长 你面对的人生就越复杂 如果你永远活着 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吗 你在罪里面永远活着再也逃不掉 你在所有的痛苦疾病的里面 你再也逃不掉 你在永远活着 在那个罪的羞耻感的里面 你再也逃不掉 所以父亲爱这些孩子 爱到一个地步 他要免得他们再拿那生命树上的果子 以至于他们永远这样痛苦的活着 还不如打发他们出去离开 免得他们再吃这个树上的果子 但是对于儿女 他戴了一副眼镜 观看父亲的座位的时候 他看不懂父亲的座位 他看不到父亲的爱 他只看到了父亲的管教 普遍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当父亲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他们所记得的都是 父亲管教他们的不舒适 而不知道父亲背后的苦心 所以当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是非常的孤单的 非常害怕 他们觉得神完全不要他们了 所以他们戴着一个错误的眼镜 去看这位神 而马上第一个凶杀案就发生了 他们的儿子就彼此就残杀 有没有 该隐就杀掉亚伯 才一代而已 不是都下下代 马上下一代 这个孤儿的灵就马上进到他们的里面去 他们就开始彼此增进 他们都想要讨神的喜悦 该隐就觉得亚伯好像比较讨神的喜悦 他就直接把他杀掉 你就知道人的败坏从哪里来了 不是从你而来的 是从一开始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孤儿的灵就进去了 而当孤儿的灵一进去之后 所有的谋杀 他真正都在他们里面开始产生 他们开始可以杀掉他自己亲兄弟 为了让他自己能够好过 你就知道这就是孤儿的灵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见了 这个孤儿的灵运作在这一些人的生命当中 以至于我们看见今天的地球 其实就是一个孤儿的星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若离了神 我们马上一无所有 即使我们再有财富 我们再有权力跟影响力 这一切都无法表明我们真实的身份 因为一个孤儿 不管他再有钱再有事 他仍然是一个孤儿 即使他外面穿得再华丽 他心里面清楚知道 他就是孤儿 而孤儿就会不断地增进 不断地伤害周围的人 不断地觉得没有人懂他 没有人爱他 难怪箴言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念 死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作王 什么是仆人作王 仆人就是那一群没有自我身份 而是属于主人财产的一部分的附属 其实就是孤儿 当这样思想的人突然拥有了很大的权力 坐到了很大的位置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会死地都震动 你思考一下 那个本来都没有的突然间进到有 所以为什么他们做了什么大乐透的这些研究 没有一个好下场 他突然从没有突然间进到很有 你有没有看到了很多的在国际的明星的里面 你看见那一些 一开始就突然爆红的明星 他们在很年幼的时候就爆红 马上就进到毒品色情的里面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中间的过程 他不知道怎么拥有跟管理 他是直接就跳到了 他拥有了一切 当这拥有一切在他生命里面 开始作乱在他心里面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孤儿 即使他拥有了外面的一切 所以当这一切东西 突然进到他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 我们就看到 圣经上面说 最怕的就是实地震动的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 而这三样跟四样 第一个就叫做仆人作王 看看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 就知道什么叫做仆人作王 当某些人拿到了某些的权柄 某些人拿到了某些的影响力 某些人拿到了他的说话权 某些人拿到了他可以使用的武器 这一群人本来看起来是非常好的一群人 好像是在为人民争取许多事情的一群人 突然间就跟强盗 跟土匪是一模一样的 仆人作王 连地都会震动 而且承担不起 今天的台湾 到底还要有多少的地震 今天的台湾 到底还能不能够承受 这个地上的百姓 仆人作王呢 今天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仆人 扪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都活在孤儿的灵的里面 扪心自问 你是不是就连你旁边的同学考得比你好 你都不爽 他长得比你帅 你也不爽 马拉基书四章六节 我再念一遍给各位听 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 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以利亚正预表着耶稣 这个带着儿子灵耶稣 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 他只说父要他说的话 圣经中记载了他的出生的故事 也大量记载了他三十岁出来 服侍之后的故事 但是在中间唯一被记载的 只有一个十二岁的故事 这个十二岁的故事非常的妙 在节期的时候 耶稣跟着父母去到圣殿 但是当时候的父母亲跟亲戚 都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 才发现耶稣走丢了 所以他们要回去找耶稣 他们回去找耶稣的时候 发现耶稣在店里面跟拉比 一打一对一打的 然后发现他充满了智慧 然后这时候约瑟跟玛利亚 就非常难过地走到耶稣旁边来说 你为什么让你的父母难过伤心呢 结果耶稣回答了什么话 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一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你再看看 这是不是没有礼貌啊 怎么会爸爸妈妈来找你 然后你走丢了 爸爸妈妈来找你的时候 然后你跟你爸妈讲话说 干嘛来找我 你难道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你爸爸就在你面前 你跟你爸爸说 我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耶稣真的是一个很没有教养的小孩 但是如果你开始从旧约到新约 你全部把他理解了整个过程的时候 你才发现一件事情 从亚当夏娃被打发出伊甸园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耶和华称他为父 每一个人都称他为神 而且还不能念出他的名字 到了新约耶稣时代 耶稣突然说 我岂不要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 约瑟跟夏娃 不是夏娃 约瑟跟玛利亚都吓到了 站在那个地方 他们摆在他们的心里 反复的思想 到底我的儿子在讲什么 他怎么会在爸爸面前说 在乎我父的事 但你看见耶稣的生命 是他只做父所说的 他只做父所做的 你看见这一个跨时代的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按照他想要做什么 他是按照父要做什么 因此我们看见 耶稣他打破所有人的宗教框架 他示范了起初 神创造天地时创造了人类的目的 就是神要组一个家庭 而亚当破坏了这个家 使得人类活在父的同在之外 所以父拆派他自己的独生爱子 带所有相信的人 可以重新回家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四节到第六节 我们一起来念 即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你知道这个就是 耶稣的计划 神的计划 跟魔鬼的计划 就是要使人 父无法转向子 子无法转向父 而神的计划 就是要让父转向子 子转向父 以至于咒诅 能够完全地被免去 所以当我们在呼叫 神的阿爸父的时候 代表着儿子的灵 进到你里面去了 本来那个孤儿的灵 突然间 儿子的灵进来的时候 他突然间知道 他不是孤儿了 他突然间有一个 可以效法的对象 而且这个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他自己要来做我们的父 我们是那样的可怜 在这个地上 可能在家里面都没有一个父 即使有父 可能他还是边打我们 边撤我们 乱骂我们的父 他可能扭曲了 所有父亲的形象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 该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人生 但是天父说 你们会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到你们的心里面 你们就可以呼叫 阿爸父 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地的解答 魔鬼的诡计 已经被拆穿了 而教会 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们 要回应这个know how 神已经把know how 给了教会 但教会总是把know how 摆起来 不知道怎么做 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你传的是什么样的福音 当你活着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 你活着是什么样的 基督徒的身份 你有没有 把这个know how 摆到你所处的环境的里面 你所处的环境里面 是一个无腹的世代 甚至你的家 因为你可能没有好好站立 因为你也是在无腹世代的产物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做父亲 当你不知道怎么做父亲的时候 你的孩子正在被亏损 因为你没有正确的代表天父 所以你的家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无腹的世代 但神给我们一个 至圣的原则的know how 就是只要让父转向子 子转向父 这个地就可以免去一切的咒诅 你的学校里面 是一个无腹的世代 所有的人都在竞争 但是你有没有 可以为这个学校祷告 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祝福 你有没有拿到这个know how 在你的公司的里面 你说那个虽然是我的老板 然后老板真的对我很不好 我真的超 有一天我真的超想处理他的 但是你却突然间成为 像约瑟一样成为法老的父 听好 约瑟本来是副手 他是帮法老的 圣经上形容约瑟成为了法老的父 所以不在乎你的位置在哪里 在乎你的心胸在哪里 除非你连结于父 你不可能会彰显父 所以当你不彰显父的时候 你就被孤儿的灵运作 所以即使在教会的里面 也可能充满孤儿的灵 教会虽然拿到了know how 却没有使用know how 在教会的里面 如果你仍然走在阶层的里面 如果在教会的里面 你仍然走在比较的里面 如果你在教会的里面 你仍然走在没有怜悯的里面 你仍然走在performance的里面 你仍然走在一切孤儿的灵所 运作的里面 跟世界是一模一样的 不要再把世界那一套 拿进教会里面 教会是神的国 我父的殿 我父的事 是跟这世界的事完全相反的 世界是告诉你 你提升你的能力 你就可以成为领袖 但在教会里面是 你怎么去低下来服侍人 你就能够成为领袖 但今天如果把领袖的特质 思想错误 用世界的方法进来想的时候 当我们不再更新 变化我们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一次被孤儿的灵所荼毒 而孤儿的灵再一次荼毒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用世界运作的模式 进到教会来运作 那个时候 这就不是我父的家了 是我们把父的家完全地拆散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迹 让神儿子的灵充满你 让你能够因着儿子的灵 使你开始有为父的心 每当你开始思考很多事情 你不会做在你儿女身上的事情 你就不应该做在你的会友身上 听好哦 你不会做在你儿女身上的事情 你就不会做在你的弟兄姐妹身上 你就知道什么叫为父的心 感谢神台北联阳堂 一直是有父亲的 从周爸爸 一直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这个家是有父亲的 而且这位父亲 总是降服在天父的里面 他总是谦卑地待我们 他像一个引路者一样 他在做示范给我们看 什么叫做父亲 因为他在我们还无父的时候 他就显明天父的样式 从他里面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见他里面的天父 是何等的美好 因此我们不要再像孤儿一样 尊敬了 我们不要再像孤儿比较了 我们要拿开那无父的思想 我们要开始成为父 你在想 可是我还没有结婚啊 我还没有成 我没有真正有肉身的孩子啊 我跟你讲 有肉身的孩子 跟没有肉身的孩子 真的 那个心态会很不一样 问光哥就知道了 所以那个为父的心 不是因为你生了孩子 当然你生了孩子 你马上会清楚分辨出来 什么叫为父的心 什么叫没有为父的心 但是当你还没有实际生出 你自己孩子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有为父的心 当然可以 你只要不断地连结于天父 你看见他所看见的 你听见他所听见的 那么让我告诉你 你就会充满了为父的心 我邀请敬拜团可以来到台前 我超级喜欢今天的约书雅 因为这就是old school的约书雅 这才是我最喜欢的约书雅 而且还是熟丽姐帮我弹 你有看见吗 你看到原新歌来了吗 我突然感觉到 你回到二十年前了 今天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 光哥你要来带吗 我还问你说你有没有来 好 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 谁要来吗 还谁要来 喜爱来 喜爱来 我呼求你 来回复我们的心 让为父的心 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 洗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痛在 来一直回复我们 开启你的儿女 敬礼你的大爱 你的爱 我的心 何的渴望 你恢复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你过渡 万千张线 万千张线 在这地 就如同在天上 天父我呼求你 来回复我们的心 让为父的心 传向他们所爱的爱 传向他们所爱的儿女 传向他们所爱的儿女 心这个时代 感受你的痛在 来一直恢复我们 开启祢的儿女 敬礼祢的大爱 祢的爱 我的心 何等渴望 祢恢复着 属于祢的时代 愿祢过渡 完全脚写在这里 就如同在天上 你还记得南非的 那个巷群的故事吗 当他们没有父的时候 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就开始掠夺别人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孤儿的灵 就会去掠夺别人的生命 孤儿的灵 就会想要在别人的身上占便宜 孤儿的灵 就会想要从别人的生命里面 拿到属于自己的好处 当没有父亲的时候 这一切的乱象就会开始长出来 而当我们看见这个长出来的样子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警觉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年代 但是有天赋 就有盼望 教会知道拯救这个世界的know how 但是如果know how 没有把它摆到世界里面去 那么我们知道的know how 只是我们自己开心而已 因此今天 无论在线上或在现场 如果你可以懂得统计学 你可以调查一些东西的话 我要你统计在台湾无复所造成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如同刚刚我讲到了许举多多 美国的实际的数字 台湾需要数字 我不断地查 我查不到数字 我需要有人care这个议题 这个世代是没有父亲 而没有父亲的时候 这个国家会走到轮上的里面 需要有人能够站在他的专业里面 去提醒这个国家 无论你是在教育界 你在医学界 你在科技业 你在媒体界 你要想办法用你的语言 告诉世界上面的人 这个know how是什么 以至于启动人里面 开始看见这个东西 以至于想要做一些改变 基督徒不要再只是在四面墙的里面 听了一些信心让自己好过 基督徒你要把know how 拿到世界去 你要成为光照亮世界里面的人 当我们看见监狱的犯罪率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造成很多人 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你怎么样止停止这件事情 我去清纳的时候 有许多偏乡的牧者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我们的孩子流离失所 因为家里没有钱 他们想尽办法去找各样 可以赚钱的方式 他们就进到了非常多的 非常可怕的黑暗世界里面 然后这些牧师说 他们会站在各个地方 把那些孩子叫回来 用他们的生命去爱这群孩子 而这群孩子都是无父的 这群孩子流落在街头是无父的 他们在找寻父亲 如果是女生 他们在找寻父爱 他们就找到了一些错误的爱 有很多的男生 他们也在找寻爱 但是他们开始扭曲了他们的性别 今天我想要告诉教会 或许我们已经到了 那个大而可畏之日 已经非常接近了 以利亚早就已经拆派了 要告诉我们说 要使这地免除毁灭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父要转向子 子要转向父 但教会你在哪里 你在你所处的位置 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可你会说信中牧师 信中哥 我自己都在孤儿的里面 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残暴 会揍我 把我打到天亮 挂在外面 脱光我的衣服 这些故事我都听过 我真的非常抱歉 听到你的故事 但今天我要让你的眼目 转向天上的父亲 地上的父亲可能离开你 可能虐待你 甚至可能性侵你 他们做了非常可恶的事情 但是你一追溯他的过去 你会发现原来他 也在无父的世代里面 孤儿的灵充满在他里面 所以他在反映这些事情 今天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事情 联合崇拜 从我们开始停止这一件事情 从我们开始生出为父的心 从我们开始领受儿子的灵 不再继续在孤儿的灵里面 因此今天我要邀请你 可以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 为你自己来祷告 我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或许你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 我会痛哭流涕 跪在地上 觉得这实在太不公不一了 但今天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 为你按手祷告 我要你来到这位天父面前 找许安慰 因此我邀请你 为你的心 为你的过去来祷告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父亲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但是我祷告天父 现在有机会 充满在你里面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你的伤痕交在耶稣的面前 把你的伤痛交在祂的面前 再一次把你的身份交在祂的面前 地上的父亲不能掠夺你的身份 地上的父亲不能伤害你的命令 你要勇敢地走向天父 走向天父 让这位父请导祂的爱 请导祂的爱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 这边耶稣说到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祂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 祂必到我们这里来 而且祂转向了父 父转向了祂 以至于咒诅就开始被挪音 今天天父把祂的爱浇灌下来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 祂先转向了父 好让父能够转向祂 以至于咒诅又破除了 今天我奉耶稣基督律明 破除在我们身上的所有的咒诅 破除到累带的咒诅 所有在家族里面累带的咒诅 我祷告今天断开来 在我们中间 使我们能够开始感受 使我们开始能够拥抱爱 使我们开始能够感受到 那一个被爱的感受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被称为孤儿 我们是被称为永父亲的 今天天父的爱 今天要浇灌下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圣灵我要向祢祷告 来拥抱每一个孩子 拥抱祢所爱的每一个孩子 用他们懂的语言 现在对他们说 祢爱他们 有些人需要被拍的 圣灵你拍拍他们 有些人需要感受的 圣灵你让电流 热流 充满在他们里面 圣灵我邀请你把父的爱 抢换下来 因为圣灵你就是那儿子的灵 今天充满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有父亲的 医治我们过去的所有的伤口 再一次对我们吹起 使我们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 再一次恢复我们的意识 恢复我们的身份 祝我谢谢祢 我的心 何等渴望 祢恢复着 属于祢的时代 愿意过度 完全掌线 在着祢 祢就如同在天上 我深渴望 祢恢复着 属于祢的时代 愿意过度 完全掌线 在着祢 就如同在天上 我邀请所有的传道同工 祷告团队 小组长们都可以来到台前 今天我们要陪 所有的弟兄姐妹 多走一里路 我知道有一些伤害 很难很快速的 就能够被解决 我也知道 有一些东西 需要有人帮助我们 一起往前走 因此今天 若是我们里面感受到 我仍然需要有人为我祷告 我需要再一次 感受到父亲对我的肯定 我再次需要神的灵 能够运行在我的里面 或者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 你说神啊 我现在需要你能够医治我 你都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 所以当我们继续敬拜的时候 好吗 你就可以来到台前 我们来为你祷告 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 我仍渴望你恢复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你过度完全展现 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 我仍渴望你恢复着 属于你的时代 愿你过度完全展现 在这地就如同在天上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耶利比书 神在那个地方对我们说 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 神经上面又告诉我们 神的名字就是爱 今天我邀请这个爱 来对我们诉说我们的身份 今天我邀请爱 对我们每一个人 诉说我们的命定 今天邀请爱 能够完全地来拥抱我们每一个人 使我们得着满满的爱 才离开这个地方 今天我奉耶稣君的名 祷告祂所付上的代价 今天是爱能够充满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让爱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 我们是有价值的 我们是被宝贝的 我们是神用祂的血所换回的 我们是神所看重的孩子 主我谢谢祢让这一群孩子 能够正确地来代表祢 使这个地 不在无腹世代的咒诅的里面 而可以进到父亲的爱里面 主我们谢谢祢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来 切的掌声归给你们说 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个地方 彼此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离开 永远的父亲 我们感谢神 神对着我们 总有一个为父的心 亲爱的家人们 让我们向着神 也有一个做儿女的心 愿圣灵亲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 将那一个我们里面孤儿的呐喊 带到这一位慈爱天父的面前 愿这一位永恒慈爱不改变的神 成为我们永恒的父 满足我们那一个做儿女的生命中 一切的需要 愿上帝赐福祂的话语 纪念所有云端家人生命当中 一切的需要 在父神的爱里得着满足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在礼拜三 仍然有insideout的线上 小组也欢迎云端的家人 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如果你有报名在这个礼拜三 再来的礼拜三 7月26号晚上7点半的 这个新人的Connect的 这个云端聚会的家人们 也请你准时上线 那我们就云端上的线上聚会再见咯 那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we out we o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